他一向都是當自己是一個英雄 這樣看整件事 所以他怎麼會認錯呢 他怎麼會去考慮專業社工的形象、問題 根本上我們這個社工專業 是有一個較一般人高的道德 或者是社會的要求 所以政經驗要發生這件事 既是引起社會關注 也都他自己最後是認罪復刑 所以我們認為 怎樣不讓社工專業整體的形象受影響呢 其實除牌是最簡單直接的 有人騙清他當時不是用社工的身份 甚至不是用社工的職業來做這些違法行為 但是我們譬如說每年去做社工註冊那個所謂俗牌 其實都必要是情報有沒有剛犯過刑事罪行 哪怕是很輕微的刑事罪行也好 可能是交通 可能是很輕微的 都要情報的 陳怡菲他看這個問題 在一個社工專業的角度去看 甚至令到大家社會留意到 究竟作為一個註冊社工 他那個所謂的道德水平 要去到多高 那我們都是全力支持陳怡菲的 繼續跟進的工作 社工有一個根本的專業 在裡面也有一個公義的精神 但是就不能夠扭曲為 我總之為了公義做什麼都行 更何況社會公義根本有時候是沒有公式的 長遠的人都覺得有些社工很激進的 是可以不惜一切不惜違法去做所謂的公義 我怕就是以後沒有什麼人會再相信 社工他有一個公正和專業 我們怕的就是 有人用社工的名義 有人用社工的專業 然後去疏擺市民、疏擺社群 就說不惜一切犯法都可以 令人憂慮的 那我們真是鼓勵 即是林順小組聽到這些憂慮 我們知道 你們的首要連…… 包裝,包裝,包裝,包裝 公然也嫁齊о aye 你 感谢观看